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大概的先介绍一下他怎么玩 所以你来介绍 没问题 他其实就是有点像太空歌剧这种感觉 他的这个背景是我们在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宇宙帝国当中 扮演这个类似于地方诸侯吧 就是摄政王 核心的这个玩法有点类似于蚩墩 一共4个花色的手牌 如果你是2到3个人玩的话呢 没有1跟7就是23456 如果是4个人玩的话就会加上1跟7 图牌的方式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由牵手玩家打出一张牌 后面的玩家看到这张牌之后可以选择做三个行动 一个是你可以选择出一张同花色的 然后点数比较大 一个是你可以出一张扣着的牌 然后去复制那个先手玩家的牌 一个是你可以出一张不同花色的亮着出的牌 然后你可以执行上面那个牌的那个动作一次 它牌上面有不同的指标吧 以前这个牌有点数的大小 其次呢这个牌上还有一个画着小点点的地方 它告诉你这个牌可以执行动作多少次 然后实际上它还是一个行动选择 4个花色的牌呢分别是一对多的对应不同的动作 比方说有次牌可以让你建造 有些牌可以让你行军 然后有些牌可以让你去卡牌的市场 摆你的小人 你的小人多了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叫Secure的动作 把这个牌给拿回来 玩过程当中呢 玩家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策 就是先手他打穿那张牌之后 他是不是要选择激活5个计分项中的一个 计分项一旦被激活 我们这一手牌打完之后就会计分 计分项呢很多都是比你这个资源现在的多少 如果你资源现在排第一名 你就可以计分 如果是基础游戏的话 我们一共会玩5手牌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会把自己的手牌打光5次 当然不一定每次都会在5局之后才结束 但是27 30跟33 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三个分数 然后分别是234里面玩 玩法上大概就是这样 汉子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反正他基本的这个游戏我觉得是相对简单 他主要就是一个吃蹲跟这个驱控的一个结合 像刚刚孙玉说的一样 你主要就是吃蹲的三种模式 就分别就是同花色更大 你就可以做你卡牌上所有的效果 其他的另外两种都是一个打折扣的 你只能做一次 但有的时候的话需要去牺牲一点效率 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的那个张力就在于说 吃蹲游戏与你这个驱控游戏之间的限制 就是你可能想要顾这一遍 你就要牺牲另外一遍 他每一蹲打完之后 总有一分会赢嘛 赢的人的话呢 他就是下一轮他就是先手 抢先手这个东西也是有一个重要性的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跟吃蹲游戏一样 你想到先手 你可以决定下一轮打什么样的花色 也就是你可以决定下一轮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有点像多多离各种的感觉 等于说你有一个人去选一个主行动 那别人要跟这个行动 他当然可以选择不去跟 去打别的颜色 但他这样的话他的效率都会没有那么高 其次以外只有当你拿到牌权之后 在你打完第一张牌之后 你还可以选择解锁这个计分项 这个主要还是一个计分游戏 我觉得他介于一个计分游戏 跟目标游戏之间吧 因为他的目标非常简单 好像就是只有六个目标嘛 就是在你打出那张立的牌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决定 你要解锁一个当轮的计分项 接下来整个大轮感觉 大家都会围绕着这个目标 去做一个博弈 比如说第一张牌打出来 我决定打开这个战争的这个目标 那么突然之间大家都变成杀戮机器 开始互相攻击 因为这一大轮结束的时候会去算 大家的这个战利品最多的人 会获得对应的分数 第一名五分第二名三分之类的 吃吨和驱控的一个紧密的连结吧 你需要通过吃吨的胜利 去转化你的驱控的胜利 变成得分 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还有一个你点数高 你有可能更能赢得先手 但是如果你打出点数高的牌 那你能执行动力的次数就少了 就是他数字高的牌 上面那个行动点会少 它上面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数字 就是决定了吃吨的部分 其次它上面有那个小点点 我们就是叫做行动点 一般来说你可能拿到牌权之后 你会打一张数字小的牌 例如一张二 它可以让你做四次某个行动 我觉得首先这个游戏 肯定不是一个吃吨游戏 但是呢它有 我们要在吃吨游戏里边 用的那个脑回路存在 我可以通过别人出了什么牌 判断出别人手里还有什么牌 二一个呢就是他要去 迫使你思考你这张牌 打出来之后 有没有可能你下轮 就不会再拿回先手 如果一个人喜欢玩吃吨游戏 那他不一定会喜欢玩ARX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在吃吨游戏中有很多的思路 那么他在玩ARX的时候 他上手可能会更快感 这个游戏的规则对比 《暴林原记》或者说是《流离盛世》 或者是《幻灭和平》 你们觉得它的规则 是不是确实在复杂度上有所下降 我个人觉得是 来 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抛给Luna Luna最有发言权 紧就基辅游戏来说吧 肯定是会简单很多 因为至少我也不会致力 像Root一样 是不知道大家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得分 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打 这个游戏就不会存在 因为我要一直follow别人的动作 回到了吃吨的规则嘛 就是人家打什么 就决定他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我是要去跟 还是说打别的牌 从理解上来说 是会比别的游戏要简单很多 我个人也是觉得 在Cole World 现在所有的游戏里面 ARKS的基础游戏 是规则上 让我推薪最没有压力的 但是也不证明 这是个简单的游戏 你比方说把城市打掉之后 会引发怎么样的连锁反应啊 就是团在被别人control的地方 盖出来是直接受损的状态啊 基础游戏 其实还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小规则 让第一次玩的人 他还是要消耗一部分的这个精力 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 一懂男精的那种感觉吧 之前说过我有个比较奇怪的点 我喜欢那个比较复杂的 ARKS的游戏 和比较简单的复杂歌的游戏 这个里面我就会有那种 比较简单的复杂歌的游戏那种感觉 就是在Cole World里 很繁杂的这个规则的那些游戏里面 他终于出了一款 我认为他是有那种优雅的感觉的一款游戏吧 他给我的感觉更加像帕米尔和平 有那种比较简洁的一个核心的规则 但是他又有一定的深度 相较于帕米尔和平来说 我觉得他给我的那种感觉更加稳定一点 因为我觉得帕米尔和平的体验感会非常弃 就是有可能会有很坏的一支游戏 也有可能会有体验很好的一支游戏 ARKS的感觉会相对平缓一些 大家的体验都还OK 他其实就是把一个虚控游戏 他的那个资源给替代成赤盾了 就是赤盾是他的资源 你的刨兵也好 你的行动也好 他都取决于你这个手牌嘛 虽然他里面有那个可以放资源的坑位 那些我看起来更加像是一些天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做的最有效的玩家会获胜 就是例如说你能够最大化你的动作 尽量的一手牌 让你能做的动作都多做 多做一般来说就会比少做强 但是他又规避了单纯这个游戏 是效率游戏的方式 就是他通过打开这个目标 没有办法完成目标的时候 你再高的效率似乎在当下也没有用 你可能就是要寄希望于下一轮 去打开你这个效率很高的 这条赛道的一个算分项 从而去得分 他整个架构来说是很清晰且 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环环相扣 我觉得基础游戏来说 蛮优雅的吧 就感觉终于有一款游戏 在他的角度来说 让他做的比较简洁还是蛮难的 但是我觉得他做到了 是的 我很同意 像第一次玩的时候 刚刚学会那个出盘系统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OK 我要最大化我的这个行动总数 但是你玩着玩 你可能会发现 如果你一味的追求最大化行动总数 而不是把这个行动执行的效率 跟你的得分项所契合起来的话 那即使你做了很多很多的行动 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没有得到分数 你刚才说大家玩的时候 所有人的体验都不会像帕米尔和平那样 两极分枉很高的时候 我看Luna的眼角闪过了一丝质疑 我想采访一下Luna 就是你觉得她给你负面的地方是什么 我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忠实爱好者吧 因为我只玩了一把呀 像我这种不赖凡的性格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 怎么又要这个又要那个 就有很多的细碎的点在这个游戏的背后 是你第一把没有办法那么的完善去了解这个游戏的 它的优点在于说有一个主持人 有一个人懂规则 他就能够帮你去执行了 但是总的来说 可能我觉得过于的来回来去的感觉吧 但是它不像是那种 你讨厌的那个圣誉那种拉扯 因为它的分数就是到了固定的分数有一次就会结束 Luna说的拉扯可能是指就是一个人刚刚还是第一名 可能马上变最后一名了 本来你在第一名的时候 你可能被别人抢那个资源走 你跟他马上就被拉下来了 主要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也很难回答 就好像我跟你们说我不吃糖 但是你们就会疯狂我 为什么不吃糖 只是因为我就是不爱吃糖而已 说明不是你的菜吗 Luna是一个喜欢玩比较做自己事情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没有什么毛病 只是躯空达到了Luna这个讨厌的区域 感觉最近Luna对这个躯空的这个抵触感是越来越强了 好 接下来该换我喷了 首先我先从硬件开始说 这次的这个卡牌上面的插画 跟茂林元祭还有琉璃盛世相比 不是一个水准 当然我们说这个对美术的审美 它总归是主观的 但是我主观上觉得它不是一个水准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基础游戏里边的那个gill 卡牌市场里边摆的那些工会牌 所有的这个牌它的构成都是就上面一个人的这个肖像 一个外星人的肖像 就我在这里边看不到故事 这是一张这个琉璃盛世的卡牌 我读这个牌效果 我在看这个牌的插画 我马上就能感受到一个故事 这张牌的效果是 你跟别人打仗的时候 你不用再让战争骰了 你能花钱让所有人都吃饱饭 自动算你战争胜利 你看这上面一个人端着一张大饼 这是非常的直观 对吧 它这个质简 这个Vox 这上面都没有插画 你确实是非常好的把这个牌跟其他的gill的牌区分开了 但是我觉得区分开的基础上还可以做的更好一些 这又不影响玩儿 二一个呢还是硬件的 它那个水洗的那个船放倒的过程当中 不如那个木头配件那个船放倒那么的直观 可能没有太影响游戏过程 只是确实有人提说这点 我们也可能要说一下 它那个水洗那船跟Skyrise那个桃花板里边 那个水洗的建筑比起来 感觉质感上稍微差一点 并没有那种阴影的感觉 它甚至连战损都不像 纯粹像张牌 我的第三个不能说是抱怨 可能还是因为本身期待拉得非常高 这个游戏的玩法我是很喜欢的 但是仅就基础游戏来说呢 最多五手牌 一般来说不会打到五手牌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游戏进行的很慢的话呢 其实你每个chapter跟每个chapter之间 在基础游戏里边区别不会说很大 它没有别的4X游戏里边那种 你在潘科技螺旋上升 我下一大轮能做的事情 比我这一大轮能做的事情更多更强 换一个方式来说 你会觉得这游戏更纯粹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脑力的较量 就像汉子说它非常的优雅 我能接受 但是不证明所有人都可以接受 如果他们去玩这个游戏的话 他们可能会觉得 我每手牌都这么大 稍微少一点 能让我感觉到更多新鲜感 或者说更多刺激感 进程感 那种游戏要素引入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只考虑基础游戏的话 这个是不是一个可以被视为缺点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确实好像它没有一个成长性 唯一的成长性可能只有两种 第一个是在地图上建造了这个城市之后 你可以把你得分的上限 以及获得物品的那个容量提高 但这两个我觉得都比较有限 这是唯一我觉得有比较重要的成长性 就是它得分可以额外得五分还是多少分 那个还蛮重要 除此以外呢 别的一些所谓的引擎构造 就基本上等于没有 就是去买那个gilt card 你可以认为是随从卡吧 就这个人在你的面前 只会有两个好处吧 一个就是它可能会给你提供你想要的那个标记 标记的话大多数程度上是跟你的那个目标挂口的 例如说我们就拼谁这个标记多 有点像那个公众动员一样对吧 我们来拼这个亚洲的这个标记 谁多谁多就得分这种感觉 除此以外 它有可能这个卡会给你提供一个被动效果 例如说让你战斗的时候可以重骰 也有可能它这样卡会给你一个一次性的效果 例如7条张牌给你加4收传 在你的星系里面 仅此而已 并不会有那种越见越强的化学反应 但是我们没有加它的那个不对称玩家能力的那个模组 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问题 因为它好像是说你可以有一个领导人 可以一个背景故事 你可以认为你有两个技能 是你可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去做一个构建 也就是说我想侧重于打仗 或者我想侧重于帽子 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层面 因为它还是解决不了你每一轮在做同样事情的这个纠结 可能还是我特别会打仗 那么每一轮我都是以打仗为主 去解锁我的得分项 去更好的刷分仅此而已 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为了减少手牌的随机性吧 这一点我觉得是从赤盾游戏那边继承过来的 你可以认为我光打赤盾游戏的一局的话 只能说明它排好 但是如果你联系打三轮 那就不是单纯的排好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能想出来的A点了 然后接下来我就鼓吹它了 我首先最喜欢的也是它这个基础游戏里边 这个非常优雅的这种行动选择的方式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给我艰难选择的这种游戏 就是没有万全的完美的动作 你会想着我要不要早点开这个胜利条件 那如果你早点开了别人肯定会来阻止你 如果你晚点开 那你有没有可能在这局游戏的后半部分 你永远拿不回先手 然后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 Arx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我挺喜欢它的战斗系统的 它的这个船跟TI4就很不一样 它的船就只有一个 相当于你没有多余的其他的这种兵种 然后它这个骰子一共有三个种类 一个是低风险低收益 一个高风险高收益 还有一个专门去打建筑抢别人东西的一个骰子 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它完全没有减少你决策的过程 原则上你肯定是先是让消灭别人有生力量 让别人不能劫机你 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去扔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都会好一些 它里面有很多可以思考的这种点 然后它有这种 你到底敢不敢去打别人的这个星球上的这个城市的这种紧张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把别人星球打掉了的话 那你会封掉一个自己的这种资源 它这个战斗系统 我感觉确实是做到了这种大巧不公的这种感觉吧 我比较喜欢这种精简 但是又不失让你思考空间的这种战斗系统 还有就是怎么去规划我的这个资源 其实我感觉资源还挺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资源的话 你每回合所做的行动真的是被你自己的手牌所限制 但如果你有资源 其实你会有更多的这个灵活性 然后就是你要去想我要不要得分 因为在这种游戏里边先得分的人 我觉得往往最后的赢不了 真的我感觉第一个chapter第一手打完之后 如果一个人得了5分 我觉得这个人很难赢整局游戏 但是这不一定 还有一个喜欢的点就是我特别喜欢 它每一个计分像计分的时候 其实第一名跟最后名之间不会拉的很开 这个也是我一个让我觉得游戏玩起来非常刺激的一点 就是即使我领先了 我也不会觉得我自己安全了 我随时有可能被别人拉下来 不像有些游戏 我可能220分赢别人180分 到最后的话其实你可能会觉得 别人无路如何也抄不了你了 但是我觉得在RX里边 或者说是在画面和平里边 其实你永远不会有这种感觉 它有很多多意图的操作 这是我一般的喜欢的游戏 它所具备的一个点 就是我打一个操作 它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 多现成的一个思维 我有可能是为了赢池敦 我也有可能是为了铺垫我的下一个得分像 就是我喜欢那种勾心斗角的游戏 除此以外 我们也可以聊聊它的所谓 这个大和的传承模式的一个区别 以及它的那个所谓的优缺点 我觉得从它本体来说 是永远值得上桌的 对于我来说 它是永远可以来博弈一下的 那么现在就是问题在于说它的这个传承 到底适合谁 到底能不能上桌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传承模式都加了什么 基础规则方面呢 它首先是引入了一个帝国的这个子传 除了玩家的传之外 还会有代表帝国的这个帝国舰队 在这个地图当中存在着 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外星生物存在 这个外星生物会被帝国舰队 以及我们发动无差别的攻击 在回合结构方面 它还引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处 就是它拨出了试变牌 以及会永远存在在市场当中的一个叫 Imperial Council帝国议会的一张牌 如果有人打出了试变牌 或者有人把这个Imperial Council给secure给拿回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全体人坐下来一起开会 这个时候大家进行利益交换 根据这个召开会议的人的身份不同 如果你是第一摄政王的话 你可以从其他玩家那收税 如果你是一个不法之徒 你是一个outlaw 你还可以从这个国库里面抢资源 就有很多很多这种小的这种细节 那最大的跟技术游戏不同在于 游戏开始之前所有的玩家都会领到一张命运卡 你要走的这么一个命运之路吧 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这个命运卡 理解成是一个非对称的种族 每一个命运卡都会引入额外的种族 你想我之前跟Hans玩的那局 我玩的那个人叫Caretaker 如果是战役模式的话 我们一共会玩三局游戏 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 我那个人的任务是在第一幕 我要去捡那四个具象捡石头 我们还没有玩到第三幕 但是我看了一下后边的卡是什么 在第二幕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石头换写 在第三幕的时候 因为这些石头可能太大了 或者说变得越来越无法控制 在第三幕的时候 我反而要把这些石头传统给再毁掉 它这个命运还分三个不同的拿取的方式 玩战役第一幕的时候 每个玩家拿的都是A阶段的命运 玩完之后我们不仅要计我们得的分 我们还要看我们是否完成了这个命运提供的目标 实际上它设计是鼓励你去完成目标 而不要太看重第一局跟第二局的分数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局跟第二局的分数都会最后除二 所以相当于什么呢 如果你第一局得了八分 那你玩到第三局的时候 那八分就变成两分了 所以它其实明显是鼓励你更加看重目标一些 如果你能一直完成目标的话 你可以带着你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命运A一直到第三幕 但如果你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领命运B或者命运C 有些命运你一直玩到最后 它会给你一个great ambition 就是除了普通的积分项之外 它给你一个只有你自己可以进行的积分项 有些命运C呢不给你great ambition 但是它会给你一个final objective 就是如果你玩到最后 你完成了final objective 即使你的分数是最后一秒 也算你获得游戏的胜利 我们现在对这个游戏做出评价 说它非常的优雅 那其实是仅对基础游戏而言 但是呢 从这个游戏市接收到的信息就是 我真正的闪光点实际上是战役模式 但是战役模式又不是一个 可以带着所有人都玩的一个模式 我现在只玩过两局战役 我说实话只能说是给一个初步的印象 而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普通游戏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每一手牌之间 其实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倒是完美的被这个战役给解决了 因为我这个个人目标的引入 让我在每一手牌之间多了一个进程感 在每一大局游戏之间也多了一个 我完成我自己目标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能想象如果要是在第三个游戏结束之后 我真的可以顺利完成自己的最终目标 那其实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游戏体验 但是还是它需要你对这个游戏付出很多的承诺 其实还是把这个游戏跟琉璃盛世 约翰公司第二版 或者说是其他的那种难上桌的游戏 拉回了一个赛道来 但确实我真的很期待能再继续玩这个战役 从我的角度来说 它确实变成了约翰公司跟琉璃盛世 它一旦加了这个campaign之后 其实就是各自在这个沙盘里面 去做自己的单人的这个故事线的一个任务 它会根据每一个章节 会给你新的信息 新的指示 新的任务线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对吧 例如我的话我就为了把这个帝国的船 控制在自己的手下 然后就拿它去刷怪 一旦进入了那个模式之后 其实其他的玩家在我眼里 已经变成了跟NPC一样的存在 本体游戏里面那种博弈跟竞争就消失了 我不会想尽办法的去阻止别人 更多的就是我只是在关注于我自己的故事线 别人只是过客 就是我们就是擦边就是擦过了 或者你正好在这里我拿你刷个分这样 就变成了它的互动性大大的打折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人者兼人智者兼智了 因为我们那一把大家都还是在一个好人帮 就是就变成了约翰公司 我们都在这个帝国里面 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目标 对吧那都不干人事儿 它确实变得很复杂 石头当时没有玩那个本体 直接玩这个它直接就是说 给它的感觉是跟琉璃盛世是一样的 它就会脑容量爆炸非常的不友好 今天换成石头坐在这儿 石头也是盆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它的意思就是它不需要再有一个琉璃盛世 而且琉璃盛世 而且琉璃盛世他本来也没有很喜欢 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变成了你到底是喜欢一个与人斗的游戏 看在当下的这个博弈 你来我往那个过招 像他们有和平那样对吧 也是我喜欢的点 还是说你想要有一个长久的故事线 所谓的ABC的这个命运 其实你可以认为它整个故事就是一个三部曲 它有三大部分的故事情节 根据这个故事情节跟你分成了长中和短的不同的任务线 长的任务线就是所谓的A命运 它需要你三部曲全部完成才会有个故事曲线 少一张都不行 我们都在一个三集的连续剧 有些角色是第一集就出现的 有些角色是第二集出现 有些角色只在最后一集出现 然后他干个事情了 他就走了 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它是个巧妙的设定 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是他可以解决刚刚琉璃说的一个 就是如果你一开始选了一个长线的故事线 你做一半你对他失去了热情 你觉得这个故事线和你个人热衷的事情分离了 例如我是一个好战的人 你给我一个和平的 我玩着玩着我觉得我很痛苦 那你可以换一条故事线 除此以外 我认为它应该是可以解决 就是说你我石头三个人去玩第一局 然后第二局的时候石头不在了 Lona想加入怎么办 你可以从任何只需要两个章节 就可以完成故事曲线的去选 不然的话我们就无限要重复打第一关 有很多传承游戏的问题就在这 你一旦人变了我们要从第一关开始打 下一次为了凑第三个人 就是我要去打那个两关的是吗 帮我写好了故事线 从它的设计思路来说我是非常的赞赏 而且我觉得它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在于说 虽然说你只有三个章节 但是因为几个玩家不同的故事线的不同 它纠缠在一起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世界观 我就觉得蛮有意思 可能说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所有人都是好战分子 跟下一次没有人是好战分子 全是个人刷自己的小目标的这种 都会很不一样 我觉得如果它处理得当 就是如果说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甚至会互相影响的这种分支剧情的话 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我对它的期待值最多的也是来源于 就是不同的命运之间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 说回刚才那个战役是不是互动性降低这方面 其实它可能是在不同的维度有体现 我虽然只玩过两个命运 但是我会看那个命运 它大概是讲个什么故事 它有些命运是鼓励你成为法外狂徒 而有些命运呢 它就是鼓励你去当那个第一摄政王 所以它互动可能体现在 如果你选择当这个region的话 那两个region的它之间会抢这个摄政王 有一些忠于帝国的这种命运会说 你如果要去打这个法外狂徒的话 我给你分数 那相对来说 那个法外狂徒的命运可能会告诉你 你要去打这个帝国的这个玩家 然后给你分数 然后玩到第三幕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想得分取胜的人 跟想通过final objective取胜的人之间 这种互相的这种张力 但是这些都是我脑杀的结果 炉内小剧场 天哪来卡你在我的麦克风前面 制造噪音是什么意思 我很喜欢它的基础游戏 但是它的基础游戏呢 我会觉得有一些缺点存在 我的炉内小剧场告诉我 这个缺点可能会被战役的引入完美解决 但是我的理智又告诉我 战役是不是一直有人能陪我玩 就很分裂 但是如果你问我推不推荐这个游戏 那我作为一个脑残粉 我肯定是推荐 我一共玩过两局战役 两人局我玩过两次 四人局我玩过一次 三人局我玩过两次 对基础游戏的话 还是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但是确实对于战役的 只能是给一个初步的印象 期待值反正是已经拉满了 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 我应该是会推荐这个游戏 我觉得它拉到同当年的别的游戏里面 我觉得它是属于翘楚的吧 就是各方面来说 除了硬件方面被吐槽了一些以外 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 就是总的来说 它是属于今年我觉得值得一世 且它有一定的心意 也蛮扎实的这么一块 如果有 你可以把它的传承和本体 认为是我觉得为数不多 处理的比较好的 把两个受众面都打到了的一种做法 就你如果不喜欢琉璃盛世 你喜欢画面和平 那你就买本体 如果你喜欢琉璃盛世 但是觉得琉璃盛世有一定的缺陷 但是你觉得它那种形式你很向往 那你就买传承跟本体 那么它会给你个更好的琉璃盛世体验 所以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你都值得买 只是说买多买少的问题 矩控游戏本不是我最喜欢的类型的游戏吗 甚至有的时候非常容易不喜欢 但是呢 听完你们说的传承 它不是让我去做矩控游戏了 而是去完成一些任务的话 会不会比弃掉我不喜欢的一些点 比如说那种很为了分数勾心斗角的那种 对就是给你一个小目标 给了你一根这个掉在眼前的胡萝卜 就往那边就去了 对啊我管你们干嘛 我就完成我的任务 好像还可以试一下 怎么说 下次三人局又能组得起来了是吗 安排的明明白白了 给你们一次两次的机会吧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